大家好 我是帥仔達 今天都是在筷子機一帶出沒 嘩 先看看這個海皮 前面就是我們舊皇宮 你看看這裡 真的有魚在游 今天將會和大家走一走 這裡屬於筷子機的休憩區 同時也有個街名在這裡 叫做筷子機街 嘩 看看前面那隻 歌姬多麼遊行 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行人路 但其實應該更像 算是一個休憩的地區 不過 差一點點 你見到現在 烈日當空 藍天沒有白雲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裡沒有什麼遮陰 你看看前面 前面就是一棵樹 一棵大樹可以遮陰 但是如果想多些人 能夠在這一區 舒服一點的話 做多些遮陰 或者遮雨的地方 可能會好一點 不過不得不讚嘆 這裡我想都算是 比較新整出來的 屬於海濱長廊的一個位置 即澳門能夠 可以這麼舒服的 在海邊走 其實都沒有什麼 而且這裡真的是海 以前南環西環 對出現在就是湖 但是以前那裡都是海 都是有這麼舒服的感覺 而這一邊 好 我們再看看 真的有人在這裡跑步 所以 如果這一個這麼大的範圍地區 在做多一點點東西 可以遮一下陰 或者怎樣也好 那就可能更多人來這裡玩 而不只是 可能特地在內街 或者是公園的位置 來的 好 這一條快字機街 有什麼介紹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 因為快字機的典故 在上次那條 六分鐘的影片裡 都已經說了 還說了兩個典故 一個是自己作的 一個真的是它的典故 好 而這裡應該就是 澳門政府整船的一個地方 我沒記錯 但是這一部叫娛樂20號 是STDM的 你看這裡舒服得 都不知道說什麼就好 還有這兩邊 這個就是平天半島 都是一個比較新的豪宅 這裡叫做東方海岸 以前這裡 我只可以很肯定跟大家說 非常之荒蕪 所以非常之荒蕪 就是這裡只是兩塊地 沒有豪宅的 而且你見到 對比起剛剛裡面 一開始的六陽 寶萃那個區域來說 這裡還算是 人煙比較稀疏的 可能還沒有進火 還在賣 那些單位 但是 走這裡 說真的 真的幾舒服 你看 這一段 一整過去 又是沒有人的 同樣 跟之前一開始 讓大家看到 六陽寶萃那裡 就真的差很遠 對 前面這棵樹 都幾好 幾有型 只不過 它有地方給你遮陰的時候 但是 它下面又沒有椅子 所以附近這條路 來到這一節 又真的沒有什麼椅子 但是 對於我來說 我本身有養狗 如果在這條直路放狗 應該都幾舒服的 因為那些狗 最喜歡走到這個樹 就可以放下它的小便 而它的小便 也不是污染環境之餘 還可以為這個樹 帶來養份 好 走到這裡 差不多尾段的位置的時候 這段就是 快指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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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介紹 我已經盡了能力 帶大家 想感受一下 快指機街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可以走過來 走個回合 因為這風很舒服 好 去到最後 這裡 已經是快指機街 結束的位置 而這一段也是 快指機北街 飛躍漢街的開始 好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我們 好 讓大家多看一次海 看看有沒有魚 拜拜